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温宏阳再度取得不错战绩 半决赛0比2新晋亚锦赛冠军李子佳 敢打敢拼之外 也意识到和一流高手还有差距 国语本战赛34胜收官 整体十分出色 对国语而言 尤其是新人组合提升世界排名大有注意 近日 最新一期的国际雨联排名也相继更新 五个单项的比赛 又有很多球员的排名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南单方面 中国军团的温宏阳 在最新一期的排名当中再次飙升 在本赛季开始之前 还处于百名开外位置的温宏阳 凭借赛韩国公开赛和亚锦赛 四强的表现 温宏阳的排名已经来到了第56位 跟上次相比提升了25位 温宏阳也成为了最新一期 南单项目排行榜中进步最快的球员 距离排名第50位的李诗峰再进一步 并且也无限接近中国南单三号种子的席位 距离陆光组的排名也不遥远 温宏阳也期待能在本赛季继续向世界前16名靠拢 而长期没有比赛的陈龙 在最新一期的排名当中被李子佳超越 陈龙也下降到了世界第七 而李子佳凭借亚锦赛的冠军 成功来到了世界第六 南单前五名仍然是没有发生变化 安赛龙 陶田贤斗 安东森 还有周天成和金亭这五名球员 仍然是占据南单前五的位置 在女单方面 获得欧锦赛冠军的马林 更是将自己的排名提升了一位 上升到了世界第五 山口倩取代了戴姿颖的第一位置 戴姿颖终于是让出了榜首 陈宇飞排在世界第三 而和冰胶排在世界第九 女单球员也是在巴黎奥运周期占据先机 获得亚锦赛女单冠军的王芷怡 世界排名来到了第十五位 中国军团在女单的排名来看 更是已经有三名球员来到世界前十六的位置 而南单的排名还是让人堪忧 期待时与其能早日克服伤病 重返世界之巅 另外 在双打方面 陈清晨和贾亦凡 继续占据着女双第一的位置 广田采花和福岛游记的排名来到了第三 在混双方面 由于德查波和沙西利 并没有报名参赛亚锦赛的比赛 亚斯组合更是在亚锦赛拿到了一万两千积分 并且再次向第一名破镜 游望在本赛季重返混双世界第一的宝座 两人还将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继续组合 参加泰国公开赛的比赛 在南双方面目前 排名世界最高的弹墙和和几亭组合 排名再次下跌来到了第19位 目前南双方面 中国军团没有一对组合进入世界前16 期待欧选翼和刘宇辰组合能早日来到世界前16的位置 为中国军团拼下一个宝贵的巴黎奥运席位 值得一提的是 2002年羽毛球汤油杯将在北京时间2022年5月8日全面打响 期待 国与健门在赛场上再接再厉 再创辉煌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观看